字幕提供 今年原格说起来我认为我们台派媒体是失败的 我就能讲话很客观 也演读啦 我认为我们台派的节目基本上是失败的 怎么说失败 我们没有抵抗共产党的谣言 我们也没有把台湾人叫醒 这个是我很遗憾的 不过我知道很难啦 知道非常难啦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种事情 我说国民的 国民的基本水平 平均水平 廣洁快步 是非常困难的件事 我们要有这种认知的 你要做这种社会 是这社会的小维俗 你就需要这种承受能力了 你可能你做了很大能力 你觉得这次很那个的 结果发现 我们本来不是 比如说西进党的5%一定没有问题的 结果才0.69% 但是我们有没有努力 至少我们也在做 所以说政治的事情 真的没有我们想那么简单 没有我们想 如果还是要做 还是要做 广东想独立啊 你不想广东 跟人家中国各神都想独立啊 这个事情 我那会是会发生的 首先最想独立的是谁 你知道 东北 各位你要知道东北 在日据实在是全亚洲最好的 长春 那时候长春的GDP超越东京 你知道吗 你在日本在 在东北经营11年 就把东北经营成那么好 结果呢 共产党窃去大陆之后 还把东法叫做共和国长子 因为那个时候 靠东北输送输的经济给南方 南方那时候穷了一塌糊涂嘛 那时候是靠东北 但是被共产党执政几年到今天 你知道东北在穷到什么程度吗 那时候东方派给我们一套房在哪里 东北黑龙江的贺西嘛 吉西嘛 在贺港 好像就那一代 都是很荒凉的地方 但是我跟你讲 东北人很清楚 他们是共产党的受害者 因为共产党进入中国 就进入东北之后 侨举好躲 让东北输血给南方 但是东北本身 本东北本身没有出海口 是比较到吕顺这边 大连这边来嘛 大连如果从黑龙江 到大连这个港来 就有点远了 所以他的经济确实受到影响 但是这个是共产党的问题 但日本就可以做得那么好 所以东北人很清楚 东北人恃善逃逸喔 其实他们不是很多人都老家没人的 东北老家没人 你在山亚 海南的山亚是另外一个东北 东北全部跑到山亚去了 世界各国 美国 东北人去哪里最多你知道吗 东北人到日本最多 为什么 因为东北人也被日本执迷过 所以东北人的日文 跟我们台湾人的日文 差不多还可以 所以东北人跟台湾人一样 对日本有向往 所以在日本的东北人非常多 在美国也非常多 也就是说 至上到各地的东北人 比东北本地还要多 这个就是他们 那其实这些有没有家乡前晚 他们是有的啊 他们回不去 他们知道维修会二十 整个东北经济垮了 所以我就问你啊 想独立有多少 哪一个省不想独立 云南不想独立 四川不想独立 新疆不想独立 西藏不想独立 就上海都想独立 我跟你讲 东南云南哪一个附属国 江不想独立 江苏不想独立 浙江不想独立 所以说这个问题 已经让共产党感到非常困扰 困扰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两个股票的事情大家知道 股票的事情 他们现在在忠实新闻王 这个不要脸的台湾忠实新闻王 路股崩塌 千党跌挺 凶手曝光 有人恶意放空 你看这忠实新闻王 忠实新闻王 还在帮共产党擦肢抹粉 他们意思就是说 共产党是有人故意放空 这种话 真的只是在骗中国那些没有读书的人 骗台湾这些没有读书的人 共产党的股票是不能放空的 共产党的股票是没有农卷机制的 好吗 是有啦 但是最近被限制 第一你不能农卷 你何来放空之说 何来打压之说 不能农卷 我要卖 那我手上有股票才能卖啊 是不是 平衡嘛 放空赚了2亿多人民币了 撬死人 股市2亿多人民币就把你打空了 打压了 所以中国股市不用讲 现在叫什么 死猫跳 各位不好意思 今天又回到2800多点 大家就死猫跳 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就跳进去 那是一个死掉的市场 细节起流 千万不要那么傻 现在看到 有时候就涨了 那什么叫黄金坑 黄金底的叫黄金坑 好不好 中国如果 如果没有整个脱胎换股的改变 中国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现在中国远远不到底部 很多人说要去中国抄底买房子 买股票 我跟你讲远远不是时候 还少 要跟你讲清楚 也不要被这些媒体去骗了 台湾的很多媒体在配合中国 中时新闻我讲这些话 就我一个廖金章 一个小小商人 我就可以把你反驳了 把你批得体无完肤 你这种新闻做给谁看 蔡衍明都可以做这种新闻做给谁看 是不是 可以下廊 我跟各位讲 蔡衍明秋冬无脑屁股 怎么说你知道吗 以中国现在经济状况 不要说旺旺 统一康师傅 他们的金融效益都很差 这两个公司我都有同学在里面干高管 统一跟康师傅 没有 统一跟康师傅 我都有同学在里面当高管 我一通电话 我就知道你们到底现在的金融状况怎么样 一塌糊涂 蔡衍明有斗 我跟你讲 我根本保证蔡衍明不会打 所以说中国的企业家都会有问题 我认为最后都会有问题 大家师傅以待 看你再找到 蔡衍明你再找到 而且我跟你讲 蔡衍明只是中国的一个打手 时过境迁 你一点价值都没有 因为越来 他越来越没有那价值 你说现在 王沪宁来主导台湾失误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他有做得很漂亮吗 这些选择他将会接入的很漂亮吗 我还真觉得没有 我还真觉得没有 是岛内配额太多而已 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 对台湾其实已经没薄了 我很早已经说中国没薄了 没有钱 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中国的股市问题 大家了解就好了 还有最近可能 我跟各位讲 我现在在几个频道 有开始放我的我的节目 当然是YT嘛 干净世界 IG Instagram 还有那个叫小黄叔 还有叫什么 叫Ttok 还有叫 我是妈妈 YT Facebook 干净世界 谢谢 IG 小黄叔 还有Ttok 七个 我已经在七个平台 把我节目放进去了 目前来讲是Ttok 回响还可以 目前我把放了三十几个节目 所有的点阅数加起来 已经超过两万了 一刚开始这样算可以了 三十几个最多的七千多个点阅数 真的不容易 因为毕竟 Ttok毕竟是中国的 这是抖音的海外版 像我这么鲜 反共地产 这么鲜明的 还能够在Ttok存活 我已经非常高兴了 我已经非常非常高兴了 那个是 那个小粉红在看 才有意思 你知道 各位我现在突然觉得 争战那种 这种义温层 比较高 来啊来啊 太美了 吵这回 我又不是吵不输 吵不敬你 我辩论没有输过 我在中国那个 抖音 中国的微信 我争战多年 我自己说过 我是游走各群 我喜欢西里去 粉红群 大战四方 鸡眼八十月 你刚才说 挺好的 他们敢来怼我 我把他怼的 他体不安呼 我当时讲说 跟我吵架 你要小心 你要去看西里医生 我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 有意义啦 我现在有七个平台 在放的东西 希望能把这些东西做 真的产生它的效果 我会来 我会把这个东西看得很 我努力的重点 一温层的声音 你能够渗透出去一温层 我认为 比在我们这个节目 我说140而已 效果还好 在我们这个 YT的节目 我那兄弟不是帮我做 一个一个的suit 短语音吗 我就把他 一个再把他转 转到这几个平台上 虽然我们才两个人 嘿嘿 我跟我现在两个人 两个老男人 我两个家家 一百多岁的老男人 我们也能做起来 是吧 所以我虽然现在 被打压得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终于慢慢我胜作 震动到一温层去 我觉得啦 抖音真的提 提供我们很好的一个舞台 非常好的舞台 只要你敢看我的节目 我就有把握你哪一天 会被我影响 我就有把握你哪一天 会被我影响 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所以我跟你跟我讲 我们都在学习 因为我们都没有做过自媒体 我是一个传统小商人 好不好 你跟我做这 我六十五 62岁 过年62了 马上就62岁 所以这东西我们都在学 学的学的比较慢的时候 你要带我 带我一下老子啊 老子现在也可以 因为我兄弟也很忙 他自己生意 他自己工作也很忙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都是 没有办法见局理局 因为我是一个很急性的人 我是个妇长级性子 我一般决定要做的事情 都是见局理局 但是因为我的搭配合的人 我的兄弟他自己 他有事情忙嘛 所以 我也只能学会去习惯这些东西 我也只能学会去习惯这些东西 这一年我们讨论 没提示40块 谢谢 听话讲这一年来 有了更多的那些所谓的 体的运作 但是事实上我认为是 进度远远 远远没有我预期的好 我的预期真的不只是这样而已 但做的有点慢 原因很简单 我们背后没有支持的力量 没有支持的力量 所以说我常常讲 如果我有三立那样的资源 我跟各位保证 我做的节目品质比他好一万倍 不敢这样说 你怎么那么嚣张 人家专业媒体人 我跟你讲 任何东西都不坏人心 我们要从人心 自身处地去做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想事情 这个话讲出来才有意义 我们讲话是为了让别人听懂 不是为了装逼 我去试一句话 让别人听懂 让别人感动 触动他 touch到他的内心 这样讲话才有意义 才有穿透力 讲话讲什么 讲什么 讲穿透力 这个穿透力不一定是说 你要很有内容 普攻是有内容而已 是你讲话 你要什么 你那个话的 你讲话的那种 动词啊 角度啊 贴入点 你要感动人心 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年的台湾 台湾市媒体都失败了 我们的消息影响力没有出去 没有出去 尤其是很多经费的几个大媒体 民事啊 公事啊 什么战利 不是我批评他们 你们自己想一想 你们愧对这个国家 拿那么多经费 那么大的资源 做那样的节目 到底有什么意义 永远是在重温城里面 因为立场太过鲜密 新频道 我跟你讲 一分成人家 只要看到这个节目 直接跳过了 他不会看的 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只要他们做参考 凡事以人为本 这样节目做起来 才够生动 才够生动 我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能够做这样的节目 我是真的想 处心机率要做这个节目 我自己想要做访谈 最后没有做成 对我们租金 来宾的费用 我都承担不起 所以最后 但是我 我明年可能 我先预测一下 预顾一下 我跟我兄弟有谈过这个问题 我可能要 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收入 不足以支持 我们把节目做好 你们真的要资金 做节目 那廖小基督看你 廖小基督 已经亏了一千多万 你知道吗 他做这个节目做那么大 但是我跟他说 他到今天亏了一千多万 他把他的储蓄都快用完了 大家都很艰难 所以我希望明年 我们有一些想法 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我的想法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有 足够的资金来做那种访谈性的节目 我认为如果我来做访谈性节目 我不会输了 你相信我 我如果来做访谈性节目 那么我做的绝对不敢保证 会比现在所有人做得多出事 信不信 因为我现在就一个人了 我也没有做撰稿的人 我也没有人 但是我觉得我节目 确实是有点深度不够 这我承认啊 我是什么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有多少本事 我自己很清楚 我是个不装逼的人 所以我也知道说 我的欠缺在哪里 我们会检讨自己 希望一年 过完年 重新开始的时候 有个新气象 我有可能会做一个商城 一个商店 做链接嘛 真的要有一点收入 没有一点收入的话 就是说我刚刚讲嘛 我准备了一年的访谈节目 最后根本做不下去 这个东西不够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如果我那个 我网店有做 希望各位 如果有需要的话 当然不要说没有需要 也勉强去买不用 有需要的话 你看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 没有任何业配 有可能没有人敢给你做业配 你知道吗 除了他不要做中国市场 所以这个厂家 不敢做业配 跟你要去做业配 他中国市场就完蛋了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要自己自己 我们这种人就必须要自力更生了 你懂不懂 要自力更生 要维持这个频道继续走下去 他真的有一点艰难 有一点艰难 过大影响有点艰难 但是我跟各位办法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哪会啊呢 我现在已经上了七个 把节目转到七个平台了 只要有人看你的频道 就会在人民心中吃住种子 遇到蛇事局就会发芽 所以 我不会放弃 我只是在一直在检讨 一直在检讨 会给我们现在的收视率 降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这样太可怕了 你知道吗 这样这相对就影响到收入了 收入还不是大问题 主要是说收视率一直降低 确实是被刻意打压的 我们今天问过人家 打压就是说 限流跟广告制度 它是两个单位 我同时得罪两个单位了 但是广告现在是慢慢有回来 广告慢慢有回来 但是还不像以前那么多 广告有一点回来 但是限流还没有 还是在限流 我从来看 后台有一个什么 新观众基本上都挂零 没有什么新观众进来 我订个数 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差一点别货五万零两百 刚好又回来五万零两百 不但没有增加再减少 退了很多 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再说一次 我知道这样讲得罪人 但是不重要 中国的民主人士甚至是很高阶的 这两天跟我辩论最久的一个 是上海的一个某大学 不要说哪个大学 某大学的法学教授 那之前跟我辩论的一个是什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也是都教法学 都教法律的 他们就是跟我跟我讲 他们对我说什么 就我支持拜登 他们很不以为然 他们最喜欢骂什么 骂白左 他们觉得美国会被拜登他们这些白左 他们叫白左叫圣母表 哎呀装圣母啊 那这么多人都 挥把移民进美国 还会造成美国的什么 我告诉你 白左是中国人最喜欢骂人 但我跟他讲说 全世界没有人在骂白左 台湾从来没有听过白左这两个字 是你们中国人在讲 而且我认为这是大外宣的用词 但是他们对我的说法 有很强烈的抵触情节 他们怎么说你知道 不知道啊 有时候边境那几个镇啊 那个郡啊 挥把移民进去影响多少治安啊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就说嘛 都是这些旧移民反对新移民的 那是什么 我讲一句不好听的话 我也不怕你们反 你们不高兴啊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林北会进千辛万努台 合法的拿到美国的护照 你们凭什么 偷渡就能拿到美国护照 去完心态就这样 跟邓跟习近平一模一样 什么叫习近平 习近年轻的时候受尽屈辱 受尽折磨 老了得掌权 他说林北同小受那么多虚辱 你们年轻人凭什么好过 你们跟我一样吃苦耐辣 这就是邪恶的一种民主性 真正善良的民主性说 我以前要拿美国护照 拿那么辛苦 现在如果有这条路 让更多人能够到美国来 我希望你们可以 不用吃我吃过的苦头 这叫善良的人性 但是我们这种善良的人性被称为白左 那你们那个邪恶的人 你说 你们白吃过的苦头 你就必须跟我一样吃这么多苦头 否则那你们白不甘心 这个叫做什么 他说那样是公平正义 那我们这些为了有人性的人 叫做白左 这就是我这样讲 得罪更多人 没关系 你们已经退了很多人了 这两 你看过五万多月到今天才五万两百 我从来没有这么慢 不是说增加的慢 是退的更多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 这一块 拜登跟川普这一块 很多人过不去了 没关系 我没有要赶你们走 我没有要赶立场跟不一样走 但是如果立场跟我差这么多 你走了我真的也不遗憾 所以我说我们这事叫做什么 自然会跟大家一些 个性相同的人 观念一致的人 走在一起挡 这有意思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要把我立场讲清楚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你怎么一直在说这个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我认为 川普上来 对台湾我会担心 拜登继续做 我没有担心 因为他已经做那么久了 就是这样 这个态度是这样 要不然我问你 拜登跟川普关我什么事 我有没有投票权 我们只是用台湾的立场 来看这个事情 呼吁有投票权的人 你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去考虑事情 你觉得 问题是我就问这些反对 反对拜登移民政策 我就问你们 你们有几个住在德州的美墨边境 你们几个住在那里 是不是好像跟真的一样啊 我跟他讲 这种话术 我跟他们讲了 我编证的跟台湾的教授讲 这两个都是女生 我就说 跟我讲话不可以这样讲 跟我讲话不能这样讲 不能跟我讲这种话术 这种话术 你用这东西来说服我 笑死人 这当时就是我拿来说服别人的 好不好 所以我是增仗过的人 我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 我不怕任何人来跟我挑战 你知道吗 那我真的不怕 我真的跟别人来大学 教教授 虽然你的专业可能比我强很多 但我跟说难听的尝试 你们都不一定比我强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说 拼尿不再提那个人 没问题 等一下要退一堆人了 但是你过狭隘的 其实我说难听的 我也像你了 那你也很狭隘 你们背不能什么 我不能提 不能讲出我对川败之争的立场 我是什么 我主持人我就不能有立场了 我是人了 好不好 我没有要迎合每一个人 各位 我没有要迎合每一个人 我如果是迎合每一个人的话 我就不是要料金章 你们背是全世界上 各位想我告诉你 我明知道很多事情就是有这个缺点 我明知道这两路这样走 我比较平坦 但是我就是要走弯路的 因为我干嘛 我不能对不起自己 很简单 我支持川普的时候 我争战四方去打拜登 我现在觉得拜登真的做得比较好 不可挑剔的时候 我的立场就回来了 我要忠于我的立场 我不会做 不是将来 因为我们现在的年纪 我们不能做一个背叛自己的人 所以我今天想说 对啊 对啊 川普的不确定性 我真的很担心 但告诉你自己 我真的应该是要什么 轻轻寡悦 所以我现在真的要呼吁 像吴子佳他们这样子 吴子佳你大十岁 你七十多岁 七十几岁 我相信你也不是个缺钱的人 但是你的每一个动作 都让我感觉到你跟钱挂钩 你的每一个言论都是为需要而讲 你的立场可以以为这样 你不是美丽岛的人吗 你美丽岛的人现在比辣呢 曾经也帮过绿的 帮过什么 国产品 帮过现在是全力在帮辣的 打空子就是为了帮辣 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到了七十岁 我是阿 我怕你十岁 我还是比你小十岁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你那么不堪 你知道 当人家一眼就看出来 这人得不贪了钱 他可以无所八道 你有意义吗 比较 概观论定的人 要的是什么 名声 我在问你武当你没缺钱 你这个年纪人到 还能够为了这么 要是多少钱 我问你 是多少钱 能够让你出卖人格到这个程度 我是说我没力了 以前他讲话比较 五指教以前讲话比较 越来越来越拼搏 但是我就说不效 是不是 你的影响力太有限了 你打谁现在都起不了能量 你打科目者 科目者会票不得那么高吗 所以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人真的要守正道而行 所正道而行 真的是嘛 父法神会来互相扶持 今天刚 不是刚才你了解我一句话 什么叫父法神 父法神只会保护正义跟善良 不会保护那个 七十几岁还为了钱 再胡说八道的人 是在你啦 很可惜 人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美国真正伟大在哪里 华盛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带领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他隐居田园 他也不是隐居田园 他不做工程他不去做人工组 那一起什么 当时跟他一起的军官 就找上门来了 他说我们都是工程 但是退休以后 政府没有给我们一点优先 优厚的政策和待遇 你们是美国的英雄 你看你现在隐居田园 我们这些人都为美国付出的 这些工程 现在就变得一届平 华盛顿什么他讲 如果你们当时 为这个国家付出 出生入死 只是为了得到优先的 优厚的待遇的话 那你们就不是英雄 如果你们得到这些的话 你们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特权阶级 这个东西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对不对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种东西我们都懂 但是如果事情轮到你身上 你说你是不是还能坚持 所以华盛顿带领了美国 一个很高的一种民主的气节 我问你华盛顿既往各行 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叫做左派 呵呵 请不要左派 OK 现在左派被他骂成这样 我觉得很公平奇妙 我跟各位讲了 左右都没有错 错的是极左跟极右 一定要再弄清楚 错的是极左跟极右 左右是没有错的 但是极右是有问题的 但是很多人 就喜欢拿极右来批远队 来给各 对对对方阵营 给他什么 给他戴帽子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 社会的进步是什么 文明 人心 人心文明的程度 才是社会进步 而不是 不全然是什么 外在物质的表现 一般人民的内心 这进展比什么都重要